第493集 汉纪51 汉陵帝中平五年 故晨公元188年 春季正月15日 大赦天下 2月有异星出现于紫薇星旁 黄金军残部郭大等人 在河西白波谷起兵 进攻太原郡和东郡 3月 匈奴图阁部落进攻并州 杀并州刺史张仪 太长江夏人流烟 看到汉王氏多难 向灵帝建议说 各地到处叛乱 是由于刺史全小为清 既不能禁制又用人不当 所以引起百姓叛离朝廷 应该改制周牧 选用有清廉名声的重臣担任 刘烟内心想担任交纸牧 但势中广汉人董福 私下里对刘烟说 京城洛阳将要发生大乱 根据天象 益州地区将出现新的皇帝 于是刘烟改变主意 要求去益州 正好益州刺史简 横征暴廉 有关他的暴政的民谣 广泛流传 再加上耿比张仪 都被盗贼杀死 朝廷就采纳刘烟建议 选用列清上书为周牧 各自以本来的官制出任 任命刘烟为益州牧 太普黄婉为豫州牧 宗正东海人刘渝为幽州牧 各州长官权利的增重 由此开始 刘烟是鲁公王刘渝的后代 刘渝是东海公王刘强的武士孙 刘渝曾经担任过幽州刺史 百姓跟宜人都怀念他的恩德和信誉 因而朝廷有这样一个任命 董福跟太苍令赵伟都辞去官职 随同刘烟到益州去 灵地下诏蒸发南匈奴兵 分配给刘渝去征发张纯 南匈奴缠于枪渠派遣左贤王 率领骑兵赴幽州听后调遣 匈奴人害怕以后不断征兵发源 于是右部落反叛与屠阁湖部落联合 共有十万余人进攻并杀死枪渠 匈奴人立枪渠的儿子右贤王渝浮罗伟 持至施竹侯禅 夏季四月 太尉曹松被免职 五月任命永乐少府南阳梵陵为太尉 六月将他免职 益州人马相赵迪在绵州起兵 自称为黄金杀死刺石俭 进攻八郡千围 不过一个月连破三郡 有不中数万人 马相自称天子 益州从事贾龙等率领官吏 及百姓进攻马相等 几天后将他们打败 马相等逃跑 益州境内安宁 贾龙于是选派官兵去迎接流烟 刘烟将周骏迁到绵竹 招抚离散叛乱的百姓 为政宽容施以恩德 以收懒人心 有七个郡国发生水灾 已故太父陈藩的儿子陈毅 与法术家湘凯 在冀州刺史王芬处见面 湘凯说 从天象来看 不利于宦官 那些皇门和常侍们 真的要被灭族了 陈毅对此非常高兴 王芬说 如果真是这样 我愿意充当干这件事的前锋 就与各地的豪杰互相联系 上书说 黑山地区的盗贼 攻打和抢劫他属下的郡县 想以此为借口起兵 正好灵帝想到北方来巡视 他在河间的旧居 王芬等计划 用武力来劫持灵帝 杀死那些常侍和皇门 然后废除灵帝 另立合肥侯为皇帝 王芬等将这个计划 告诉义郎曹操 曹操说 费力皇帝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事 古代有的人衡量轻重 计算成败后施行 伊尹和霍光便是如此 这两个人都满怀忠诚 以宰相的地位 凭借执政大权 加上同众人的愿望一致 故能实现此计划 成就大事 如今 各位只看到他们当初的轻而易举 而没有看到现在的困难 用这种非常的手段 想一定达到目的 难道不觉得危险吗 王芬又邀请平原人 华新陶秋红 来共同策划 陶秋红准备动身 华新进行劝阻说 费力皇帝的大事 一饮祸光都感觉很困难 何况王芬疏阔 而缺乏威武器感 这次举动一定会失败的 陶秋红于是没有去 这时 北方天空在半夜的时候 有一道赤器 从东到西横贯天际 负责观测天象的太史上述说 北方地区有阴谋 陛下不宜去北方 林帝于是作罢 命令王芬解散以集结的士兵 不久 征兆王芬到洛阳去 王芬害怕 就解下印带逃亡 跑到平原时 自杀身亡 秋季七月 任命夜生校尉马日为太尉 马日是马荣的祖孙 八月 开始设置西元八校尉 任命小皇门简朔为上军校尉 虎奔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 屯齐校尉豹红为下军校尉 一郎曹操为典军校尉 赵荣为驻军左校尉 冯芳为驻军右校尉 建议大夫下谋为左校尉 淳于琼为右校尉 都有简朔统一指挥 灵帝自黄金军起誓以后 开始流行军事 简朔身体壮简 又通晓军事 很受灵帝信任 连大将军也要听从他的指挥 九月 司徒许相被免职 任命司空丁豹为司徒 光禄勋南洋人刘洪为司空 任命魏魏 调虎董崇为票棋将军 董崇是灵帝母亲 永乐太后哥哥的儿子 冬季十月 青州和徐州的黄金军再度起兵 攻略俊献